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明報 多倫多5點半新聞直播 今天是4月19日 在閉著黑 Parkway Forest的臨時疫苗診所 開放700個名額 有大批市民通宵排隊 自由黨政府今天公布了財政預算案 安省今天的新增個案有4,447宗 多倫多有1,299宗 皮爾區有926宗 若是區有577宗 安省完成了42,900宗的檢測 確診率為10.5% 是致疫情有紀錄以來的最高 而匯約個案數目也在急速增長 由一個星期前的34,000宗 升至今日的42,000宗 住院、入住ICU 和使用呼吸機的確診者數目 也在創下單日記錄 現在有2,200個確診者住院 其中755人住在ICU 516人要用呼吸機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衛蘭 今天提出了歷史性預算案 明年聯邦會動用超過1,000億元的新開支 來刺激新冠疫情之後的經濟復甦 預計明年的赤字會達到1,550億元 而加拿大的債務目前已突破1萬億元 從擴大對關乎疫情的業務和衛生醫療上的支持 都為全國的兒童保育計劃投入300億元 聯邦會提供全國最低工資去到時薪15元 並且承諾為綠色投資項目提供176億美元 預算案描述聯邦自由黨如何在加拿大經濟中 重建加拿大的提議 這個預算案名為工作、增長和彈性恢復計劃 方衛蘭說 今天公布的預算案是一項針對就業和增長的明智 負責任、紅心勃勃的計劃 目的是要醫好新冠疫情帶來的衰退 並且要永久增強加拿大的經濟實力 政府會計劃擴大聯邦的工資和組金補貼 這項補貼原定在今年6月到期 現在會持續到9月 聯邦亦會為那些未授就業保險 即EI覆蓋的CRB領取者 繼續提供補助 但補助額會由每星期的500元 減到每星期的300元 7月17日之後 將會通過一系列的步驟 將額外撥款幾十億 來支持受疫情影響的空人 其中包括將EI疾病受疫期 從15個禮拜延長到26個禮拜 預算案亦會豁免聯邦學生貸款利息的還款期限 延長到2023年3月 以及為75歲及以上的長者提高長者的保障 符合條件的長者 第一年他們會獲得最高766元的補貼 有關預算案的詳細內容 請參與明天出版的明報 今次的預算案內容固然是重點 但另一個惹人關注的重點是 反對黨最終會不會通過這個預算案呢? 如果不通過 就可能觸發聯邦大選 這個對自由黨可能更加有利 如果通過 又會被自由黨拔著鼻子走 對兩大反對黨來說 這是一個良難 在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多人多接種疫苗劑量 今天已經衝破90萬劑關口 市府越來越多臨時疫苗診所 設在公危社區裡 方便市民接種 在Lough York Fellmore對面的Partway Forest社區中心 就一連兩天開放給居民 只要是18歲以上 住在M2J油整編號裏面 就可以打 昨天已經排了一天 今天又有居民未天亮就去排隊 結果很多排了六七個小時的市民 都望門輕嘆 心情很屈結 明顯就是供應無法滿足需求 多市守著醫療官德維拉醫生 今天說 這類Pop-up clinic正在公危社區發揮作用 過去週末就幫了5,500名市民接種疫苗 主要是針對性對付疫情熱點 市長莊德利說 疫情到了這個地步 大家只要齊心 仍然可以對抗 他相信到了5月 可以為市內40%成年人口 接種首劑疫苗 如果住在士加堡疫情熱點 50歲以上仍未接種疫苗 預約有議員上困難 服務華社的旗揮會可以幫到你 看電話去416-646-5108 他們一週五天服務 每天接種疫苗的人數可以達到300人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ersher 我們擁有安省至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加拿大三大電信商之一的Rodgers 今早開始發生大規模故障 全國大量客戶受到影響 用不到數據上網 射不到短信和打不到電話 回到的客戶也受到影響 打不到電話除了影響工作外 對需要緊急服務的人來說也很危險 雖然他們仍然可以打911 但切線後911專員打不到回頭 所以皮爾區警方推特提醒公眾 致電911之後不要切線 也有市民表示故障影響到他們預約接種疫苗 有人說因為聽不到電話 已經令到他們失去了一個接種名額 最黑區在比更多住在疫情熱點的市民 預約接種疫苗 住在L4L、L6A、L4K、L4J 和L3S地區35歲以上的人士 在明早8時半開始可以上網預約 疫情爆發以來 安省北部地區對無預約求診的 心理健康服務需求增加了一倍以上 而在夏美頓和多倫多 一些年輕人自殺企圖 也越來越嚴重 導致有更多人入醫院 由於破紀錄的新冠肺炎患者病例 安省學校由今天開始再次無限期停課 心理健康專家也因此發出警報 提醒大家留意疫情 導致的兒童情緒焦慮和緊張狀況 安省兒童心理健康中心總裁 莫蘭表示 大多數孩子都沒事 因為他們有較高的彈性 並且有強大的支持系統 但已經患有心理責病 或者家庭生活困難 並且被邊緣化的孩子 被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忘言無助 莫蘭說 疫情持續了那麼久 長時間的社交隔離變得越來越難忍受 同時更多的孩子 以及更多的年輕父母感染病毒 而且父母面臨的長時間經濟壓力 也在轉移給孩子們 多倫多的Michael Guerin醫院 也發現 有更多的兒童自殺未遂案件 鄂泰華的兒童醫院 處理的兒童自我傷害案例 增加了30% 莫蘭說這些案件表明 沒有足夠的地方供孩子和家人 前去獲得幫助 樓市調查公司UrbanNation 今天公布了大多區的租屋市場報告 今年第一季大多區出租住宅的空置率為6.6% 多倫多市的空置率為8.8% 這兩個數字都較去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 而同去年第一季度相比 則分別大幅增加5.5%和7.7% 如果按照加拿大案結合房屋公司CMHC的統計方法 大多區今年第一季度的租屋空置率會更高達到13% 空置率高租金自然下跌 大多區今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月租是2,278元 比去年第一季度下跌了8.2% 其中多倫多的平均月租是2,331元 按年下跌10.1% 如果考慮市場上三分之二的出租單位 都有比租客1-3個月的面租一位 實際上每月租金平均減少255元 不過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 帕文的平均租金比去年第四季度明顯上漲 表明大多區的租屋市場正慢慢走出谷底 另外CMHC表示 全國今年3月份的新屋建築量按月大升21.6% 由2月份的27萬間升至33萬間 約克區警方聯同王家騎警 以及大多區多個警隊 偵破了一個大規模販毒集團 警方說自去年5月以來 與美國的販毒機關聯手 執行代號為獵炮的行動 經過深入調查後 在今年4月8日搜查安省、卑斯省和美國 50多個地方檢控了33人 提出予130項控罪 行動內檢獲市值230萬元的毒品 包括10公斤荷卡因、8公斤安非他命、3公斤海樂鷹 和2.5公斤壓片 警方同時手獲48支槍枝和73萬元現金 警方說這個犯罪集團同時會約在印度和美國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氣溫約4度 明天平均氣溫約7度 今晚的油價是130點9千 明天預計會是沒有升跌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香港近日出現一宗 歷來單一損失金額最高的假務內地官員騙案 一個住在山頂的90多歲老夫人 在5個月中被騙去2億5千萬元 警方在上個月 拘捕了一個假扮內地公安上門的理工大學生 這個學生本身也是電騙案的事主 據了解上年8月的時候 一個住在山頂的90歲退休老夫人 在家裡收到來電 對方聲稱是內地官員 並說這個老夫人在內地干犯刑事案件 要求她把錢匯到指定的戶口作調查之用 老夫人聽到對方可以說出她的個案資料 所以相信了她 幾日後一個自稱內地公安的人上門 向老夫人提供了一部手提電話連線卡 再聯絡之用 據悉在同年的8月12日 這個老夫人 先將一筆港幣790萬的資金 全入騙圖的渣打銀行戶口 由第二日起至今年1月4日 5個月期間 老夫人再按指示分10次將港幣2億4千7萬元 全入騙圖的兩個銀行戶口 其中一次老夫人更要求私行司機載她和騙圖 去到中環一間銀行分行辦理轉帳 老夫人和兩個愛蓉同住 愛蓉覺得有可疑 打電話給老夫人的女兒聽 跟她說這個情況 老夫人的女兒得識事件後 認為有點不妥 叫一個親戚去到銀行 觀察騙圖和老夫人在做些什麼 但之後就沒有再追問下去 銀行職員也向老夫人查詢匯款的目的 老夫人就說是為了買山頂的物業之用 直至上個月初在女兒的勸道下 老夫人最終由律師陪同向警方報案 警方經過調查後在上個月25日 拘捕了一個19歲的理工大學一年級學生 她涉嫌在案中上門自稱公安行騙 這個學生本身也是電騙案的事主 其後被招攬發案 警方凍結了騙圖戶口 預告北萬元 印度是最近加拿大最大輸入個案的來源國 在3月下旬以來 僅是兩個星期內 由新德里飛底多蘭多的航班 就有42個乘客確診 並在部分人身上 發現了最新的雙重變種病毒 香港亦都受到同樣的威脅 一個由印度抵趕的29歲印度 裔男子在完成隔離後 才被驗出確診變種病毒 和她在社區同住的一個女友人 其後亦都同樣驗出變種病毒 引發變種病毒流入社區的危機 港府在昨天實施地區勝航班的熔斷機制 將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 列為極高風險地區 並禁止在21日內曾經逗留這3個國家 超過2個小時的旅客來港 為期14日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今天在港台節目《千禧年代》都表示 變種病毒患者逗留社區多日 病毒量相當高 認為對香港構成的風險都很高 他又說香港疫情面對內憂外患 導致不可以清零 甚至出現較嚴重的反彈 梁子超說現在8成的輸入個案都沒有病症 自我監察的作用不大 如果有個案在自我監察期間在社區遊走 將會無法阻止傳播 他又認為在酒店檢疫的21日期間 應該在第7日再做多次檢測 避免在監疫酒店出現傳播的風險 梁子超日說要關注印度出現的雙重變種病毒 說港府應該監察當地抵港的輸入個案 會不會出現這款雙重變種病毒 香港現在錄得227宗的變種病毒個案 除了那個印度裔男子和他的友人之外 其餘全部被列為輸入個案 當中超過90宗屬於英國變種病毒 約27宗是南非變種病毒 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快邊 因為在街站艾口號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等共14罪 國安法指定法官區院法官陳廣次 早前裁定他有權審理這件案件 案件在今日再提訊 辯方說經過考慮之後不會就陳官的決定司法覆核 法庭於是處理辯方中置零上的申請 辯方今日陳辭自春 煽動罪的條文籠統 很難定義何為引起憎恨、不滿或定義 強調罪肯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不合比例 不少普通法國家也已經相繼廢除 辯方資深大律師大啟師說 煽動罪和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不相容屬於違憲的罪行 他解釋煽動罪條文含糊不清 人氣憎恨、表示、惡感和不滿等字眼 一概屬於抽象概念、無絕對標準 難以作出法律定義 澳洲、新西蘭和加拿大等普通法地區 也曾經提出過類似的批評 大啟師又說 煽動罪沒有包含煽惑暴力的控罪元素 範圍過於廣泛 不合比例地限制言論自由 過激的批評政府言論也可以入罪 回顧煽動罪的歷史 他強調煽動罪是為了保護皇室的權益 防止人民提出政治改革 在重視言論自由的現代社會 煽動罪已經沒有存在的正當性 今天在庭上陳官說他留意到 案件的每次開庭前後 不少支持者都會向快必舉起五一手勢 他一度批評有人做手勢表達政治信息 他強調法庭是嚴肅的地方 不是被人守護觸道的遊樂場 要求旁聽者尊重法庭的規矩 來這裡 陳寧 是 我今早才做完一個訪問 那記者就要求我 可以不做那個心心的動作 嘩不要搞我了 浪費了 我看自己穿校服 我都有點覺得 應該 之後應該再做不到那件事 還有我發覺其實要演一個 年紀大過自己的 是容易過 演一個年紀比你小 因為你已經有了那個經歷 很難去演那個 很初心 很簡單 很innocent的感覺 所以我看完 我都覺得這個位置是做得不夠好的 你演的時候是不是覺得很難 我看你都不是很自然 是嗎 不是 剛剛賴慧玲見到我 又在說他覺得挺好 詩背昨天都 看到那個感覺 那個分別 因為現在8點半那個 一個24歲的 9點半就是一個 再年紀大一點的 再演一個學生妹又18歲 所以同一晚看到三個不同的層形 我就問他們有沒有看到那個感覺 因為我都擔心自己做不到的 他們就說頭兩個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學生妹的卡在這裡 另外有一場 你又醜樣 我們都流鼻水 都是同一場來的 哭那一場 是嗎 學生妹又流鼻水 其實哭 如果你留意 當一個人想哭的時候 先流的其實是鼻水 比眼淚快 這是一個自然生理反應 是嗎 你想起男朋友 前男友 我第一個男朋友 真的傷得我挺厲害的 因為在這套劇裡面 他就是我的前男友 也是我第一個男朋友 所以其實 問題是怎樣可以哭到 又流鼻涕 其實當自己想起 自己第一個男朋友 他怎樣去傷害我 其實 都有那個感覺 就很容易做到那個效果出來 但他又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初戀 你人生只有十幾二十個男朋友 不是 我只有四個 第五個出現 第五個出現了 第五個是未出現的 我身邊的朋友很替我 心急的 昨天我就見完五個姊妹 晚上有跟兩個男生朋友吃飯 昨天總共有四個不同的人 跟我說要介紹男生給我認識 因為每個人都很替我 我心急 但是我很怕 你很怕什麼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尷尬 就是好像雙體一樣 是啊 就是你想自然一點 這樣認識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和讚好支持我們 請 influenc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